米波洛斯島, 地方不算大 整個島的面積加起來 只有105平方公里 但是地方小小, 景點很多 這間拿過最佳建築設計獎的 五星級酒店 距離市中心大約10分鐘左右 大部分的房間 都有超級無敵的大海景 以及私人泳池 這裡吸引了很多 荷里活明星名人來度假 絕對是我推介的熱點第一名 看著前面這個海景 還有這個好像山東一樣 然後躺在泳池, 看著外面 私人游泳池 這個時間, 我很想立刻脫衣 下去游泳吧 仙境 這間酒店雖然有30年歷史 但是因為這間酒店的老闆 是一個建築師 所以他很喜歡將自己的房間 這間酒店不同的設計 經常都會轉來轉去 這一年, 剛剛今年 才變成這個泳池屋 那個特色就像在一個泳池 慢慢逐步… 逐步走出去 一個超級無敵的大海景 讓我們有勇氣, 在這邊 正在這裡 那裡人沒有勇氣 可以, 可惜 或者我會和我 我說這三泳池居住 算了, 你你們一起去 不去哪一天 我都喝, 還是吧 但今天我喝醬池屋 太多喝醬池屋 然後這個只要喝醬池的 就喝醬池屋 沒問題, 這裡有間大的 不過更貴, 二千元歐羅一晚 不過也是全預約的 這個世界上真是很多有錢人 一家來到這間酒店 覺得不夠委屈, 沒問題 因為這間酒店的超級鑽石大套行 就在我面前, 你看 這個超級漂亮的自己的私人泳池 對, 然後有四張桌子在泳池上 讓你淹太陽 裡面有床、沙發、大電視、廚房 還有下面那一層可以放在其他房間 即是十幾個人來租這間房也夠分 很棒, 我可不可以現在流水嗎? 我不會跳水, 我就這樣慢慢走 不如那裡有一個瓶子 去完瓶子再跳下去, 這邊 你看看我現在坐在什麼位置 這個很漂亮的泳池 泳池上有幾個不同的平台 放了一張很舒服的床 給這裡的旅客可以躺在這裡 享受一杯超好喝的飲品 看著這個一望無際的地中海 非常舒服, 非常棒 既然他喜歡一杯這麼棒的雞尾酒給我 儘管我有沒有喝 很清新 我現在等你拍完我說這句話之後 我忍不住, 很想快點躺下 躺下這裡超級無敵的大海景 這裡很喜歡很多郵輪泊船的地方 前面不是我的船, 我的船是那邊 但你可以在這裡看著郵輪經過 看著河池的旅程 總之整件事很棒 然後我繼續看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